大家好,这一期我不谈主义,来谈一个实际的问题,那就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变性或者说吃药。 我在这里既不会说这种行为一定是错误的,也不会说只要是你勇敢做出了自己的决定,我就应该支持你。 我的核心观点就是,如果你要做一件几乎很难反悔的事情,那么你必须确定经过了非常周密而完整的考虑,尤其是变性这件事很矛盾,理论上说你年龄越小开始,那么效果也就越好。 但是问题就在于,你年龄比较小的时候,心理和思维能力都尚未成熟,所以你进行了判断,很有可能是在认知不充分,甚至有一些偏见和错误的情况下做出的。 这期视频没有什么理论或者资料,都是我在这些地方潜伏,而不,是观光了三年左右,自己总结出来的结论。 所以说有什么不严谨或者我理解偏差的地方,欢迎评论指正,首先给不了解这方面的观众,十秒钟的时间暂停看一下,名词解释。 好的,下面这四条就是我通过观察总结出来的这些药娘们选择这一道路的四条原因,所以我的主要建议并不针对真正的性别认知障碍人群。 当然,什么叫真正的性别认知障碍,这又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了。 涉及到医学,心理学,社会学之类的,我就先不说了。 那么首先就是很多人走上这条路的最开始,那就是感觉穿女装比较好玩,比较刺激。 这里一装屁是一个中性词。 那么这部分人有的女装出门,甚至会有点希望被发现。 还有一部分人喜欢穿女装照着镜子打飞机。 那么其中一部分人,女装多了之后,就开始享受这一过程。 最后就会觉得我是不是做一个女生更好。 但是我认为这种逻辑是比较错误的。 也就是说你女装是为了那种刺激感,是为了打飞机。 那么如果你变性了之后,你就没有飞机可打了。 这时候你还会觉得穿女装很有意思吗? 像真正的跨性别者,他是不希望被人认出来。 不希望被人发现他是跨性别者的。 也就是说他自己把自己当成女生,也希望别人把他当成完全的女生。 如果你是因为好玩或者刺激,那就说明你的这种新鲜感的来源是你作为一个男性去穿女装。 如果你丧失了男性的身份,有可能也会丧失这种乐趣。 所以说从女装到伪娘再到变性,是三个差别很大的阶段。 不要进行滑坡,自己给自己心理暗示,自己穿女装玩一玩就好了。 那么下一条原因,就是我发现有一部分人是出于逃避男性身份带来的责任和压力。 这部分人普遍来自比较贫穷的农村家庭,也就是说周围人对性别的偏见比较严重。 比如说,如果你性别比较内向,就会整天被家长骂。 男孩子就应该大大方方的,就应该让一让女生,就应该照顾弟弟妹妹。 进入到学校之后,会说男生就应该学习好一些,或者说理科好一些。 进入到工作之后,又会说男人应该多赚钱,买房买车。 所以很多人就会被这种压力给压垮,会觉得我要是一个女生会有多好。 因为很多家庭里面,本身就没有指望女儿能做什么事。 所以说有的女生在家里考研或者考工,考个一两年,甚至说三五年。 家里都不会有很大的意见,但是如果是男生的话,那肯定是不会允许的。 所以有一句话叫,重男轻女的观念,压迫的不仅仅是女性,同时也压迫男性。 凭什么男人就应该多赚钱,买车买房,还要男儿有类不清谈呢? 那么为了逃避,就会说我不当男性了,我想当女性。 那么这种情况,我只能说是全社会的悲哀。 但是对于你们这些个体来说,我想说既然你们是被这种上个世纪的性别二元的老版本观念给害了, 那你为什么还要死抱着这一套老观念不放呢? 当然,我不是说老版本就一定是错的,如果你认同的话,我觉得也没关系。 只是说对于有的人来说,你已经是这一套评价体系的书家了。 那么相比于变性,你还不如直接拥抱新版本,现在都讲的是性别流体。 也就是说什么男外相,女内相,男主外,女主内,全部都是刻板印象,是社会建构出来的,它不是真的。 或者说你作为一个个体,完全不需要这种宽泛的评价体系。 就比如在公认的平权做的比较好的瑞典,就有非常多的家庭主夫,也就是说妻子在外赚钱工作养家,丈夫在家做家务照顾孩子。 我觉得就完全没有问题嘛,只要你们两个人觉得没问题,那就没问题。 至于你说什么社会的偏见和父母的压力,那这些东西是现实,你是逃不掉的。 如果你去选择变性,只会遭受大的多的多的压力和不认同。 再比如在性举向方面,男性也可以似爱,也可以当灵,还有很多其他的选择吧,不一定非得要变性。 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吃药是为了原交,是为了卖。 那么即使我不从道德的角度去进行批判,我个人觉得呀,伪娘其实比串死要更受欢迎。 当然这个没有具体的统计数据,我只是说一下自己大概的印象。 因为以目前的科技,你变性做得再好,再完美,你也最多只能成为一个80%的女人。 你面临的困难只会更多,而当你意识到这个问题,想反悔时却已经晚了。 就像我就经常看到那些退坑帖子,因为受不了压力或者自己的兴趣消退,就退坑了。 但是这跟玩游戏毕竟不一样,不是说你把游戏卸了,你就退坑了。 即使你把药停了,你的身体也不能恢复了。 假如我们的科技已经发展到了随随便便,就可以对一个人进行百分之百的变性,然后随时可以再随随便便的给变回来。 那我不敢说别人,我自己是百分之百要去体验的。 这就相当于去体验一下另一种人生,谁不喜欢呢? 我相信很多的钢铁之男也会同意这样的看法。 那么第四类呢,就是有些人对女性怀有过于美好的幻想。 这些人通常会有些艳难,甚至比一些极端女权还要艳难。 我就经常看到有人发帖子,好想当女生啊,女生漂亮又可爱,可以穿漂亮的小裙子,什么什么的。 其实在B站也能看到类似的话,虽然是在开玩笑,就是美少女拉的都是草莓味的。 那么这种心态其实就有点异想了,且不说你一个变性的能否达到这种程度。 就是真正的女生中,那也没有几个能达到这种境界。 有些人穿个女装,把美颜拉满,发到贴吧,下面全是舔的,就觉得当女生是真好。 那么你敢不敢把美颜给关了,人终归是要面对现实的。 这部分人我觉得很多根本没有在现实中真正的接触过女生。 再比如对于大部分真正的女生来说,B就已经可以了,C或者再往上就又热又累又不方便运动。 但是对这部分心怀美好幻想的药娘来说,基本上都是越大越好。 药娘在打扮上通常比普通的女性要女性化的多。 其实对于很多想女装或者追求女性化外表的人来说,我觉得你们其实根本不需要变性。 为了做这一期节目,我专门去上海的二岁元聚集地之一,也就是迪美,去实地考察了一下。 就看到了很多穿着女装,或者是非常有个性化衣服的男生。 更别说肯定还有一些我没有认出来的,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或者说再极端一点,其实光我都看到很多这种类似的新闻或者类似的人了。 就是程序员每天穿裙子上班,尤其是在互联网公司,年轻人比较多,你的这种行为是比较容易被接受的。 我觉得他在视频里面就说的很好,就是说他穿裙子并不是在穿女装,衣服本身是没有性别的。 他穿裙子只是因为觉得好看,所以就穿。 这不影响他是直男还有老婆,对吧,这是完全不矛盾的。 你大可以把自己打扮成你心中想要成为的那个样子。 只要你没有犯法,也没有过度影响到别人就好。 就很多人都抱怨他喜欢穿女装,但是不被家人或者其他人接受。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穿女装这件事要远远比变性更能容易,让他人也好,让社会也好去接受。 甚至对于一些很想变漂亮的人来说,你甚至可以去做一个龙兄们,直接变成扶他多帅啊是吧。 关键是这种事是可以反悔的,但是你变性和吃药却很难反悔。 很多人都幻想吃药来就能变漂亮。 这只能说效果可能有,但是不明显。 更别说它带来的那么多的副作用,什么减少寿命啊,情绪化啊,体力差啊之类的。 所以说如果你想要做出一个很难反悔的决定时,你一定要进行充分的考察,不要光在网上看别人只会晒出来最光鲜亮丽的那一面。 当然所有我的以上这些论述可能都有点倾向于功利主义。 但是我发现有一部分人真的是他是出于对他自己现状的这种不满意和失望。 所以幻想着如果我改头换面变个性,就能开启新的生活了。 那么你的这种想法才是最功利主义的,甚至还是比较侧悟的功利主义。 当然最后再强调一遍,我以上的这些建议并不对于真正的性别认知障碍人群,只是说对于一部分年龄比较小的,比如说初中的小孩,很容易被网上的一些信息所误导,所以劝你们要了解充分,考虑前面,再做决定。 好的,谢谢大家。